原本我也有想過,明天問一下老總,叫他講陳喬的事情 但老總推了我兩次,覺得沒有什麼公眾性 當然我個人也覺得有強姦武局,拍檔不想講 那就無謂逼老總來吧 主要的原因就是老總覺得沒有公眾性 我覺得當然有公眾性 我覺得很肚肚,包括老總總是跟他說 我也是覺得老總覺得剛剛好 老總,你好像跟他們有些邪惑,你想在節目中說一下 他說不說,我現在不想這樣去抑郊他們 我昨天看惡港傳媒,老總把自己推出一條片出來 又再推出劉細良,我都免得按進去,免得聽 在追思會上,跟喬叔的大女兒,Theresa也有談 這件事,對於這件事都耿耿於懷 可以說都是他晚年的一大陷事 個人的陷事 他用畢生的專業技能 和自己對於新聞工作的熱誠 想不到晚年發生這件令他不安不樂的事 以今才能夠帶進泥土 但是我們在生的人,特別是行家 就知道這件事 亦是跟大家說出所知的事實 Theresa也提到他爸爸,也就是喬叔 晚年在門口收到黑色的話策 那情況就好像睡著外賣,放在門口 然後拍張相片,通知你送走了 我們在送走喬叔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夠送走我們的良心 也不能夠順便送走我們認知的事實 我當然知道這些光復上的事 我們作為評論人 正如最近陳柱健和羅家沈博士 最近的事件 新聞評論人或者新聞報道者 最忌忌自己就變成newsmaker 我絕對不想重演重複這些令人唏噓不安的事 但事實上喬叔在道料的時候 我們又怎可以扮不知道這個黑色的2017年 鏡頭下的歷史的鏡頭以外的事實呢 不知道就算了 如果知道,而我們又時而不見 見而也都無知、無感、無覺 亦都不願意把事情的原委說出來 我們是否幫兇、共犯呢? 當然,喬叔 希望他全下有知 都知道我們做人就應該好像喬叔那樣 就是要光明 就像他拍的那些照片 光明、淚落、直言無忍 何良某,謹以此片 敬道喬叔 亦都送給所有關心喬叔的關懷 喬叔的各地的朋友 不論你是來自香港 或者是不來自香港 因為喬叔的遺產已經是國際化的了 已經是香港歷史一部分 亦都人類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因為透過他的作品 大家真的可以看到 由五十年代尾 特別是六十年代初 香港最艱難 到七十年代香港最飛黃騰達 很多人最近對劉世良的事 做了很多說法 後來我不是跟劉世良 有直接在香港合作的人 只不過在溫哥華 是最近 在以前的地下黨 梁慕嫻大姐的新書發布會上 獲邀評價這本書 坐在旁邊的就是劉世良 在這件事上 後來我相信各位網友 都看到很多網上的證據 資料 各方的言論都有 都不需要我加把口 我只不過在這個事件上 上面都很支持劉世良 那六個字 擺事實 講道理 這六個字我覺得是 金科玉律 劉世良真的講得十分之對 所以大家在網上看到 例如消失的檔案 買了很多事實 亦都有陳喬家仁 即是他的大女 提出的聲明 亦都有南華早報 負責版權的一個 江先生或江先生 KOND 亦都接受 羅恩惠 即是消失的檔案 導演的訪問 亦都有 全記事主席 岑爾蘭 接受羅恩惠的訪問 亦都講到2017年 究竟記協和陳喬這本書 2017年由劉世良的上書房 或者上書局 所出版的鏡頭下的歷史 即是記協是甚麼角色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角色 記協並沒有任何的支持 或者是協作 這本書完全沒有角色 只不過當時有些記協的總幹事 有些資料 現在還在查 為何會有一些 即是說記協主席安排 當時陳以南和甚麼開會 原來發現是虛構的 從來都沒有開過有關 出這本鏡頭下的歷史的書 即是記協的角色 是沒有的 原來記協當時 只不過是通過總幹事 聶德寶 Joyce Nipp 請劉世良去溫哥華 採訪陳喬 就是為記協當時的 周年紀念 寫一篇文章 但這篇文章 不是等於鏡頭下的歷史 那本書 為何又會轉移了 又會變成一本書 記協又好像有關係 現在岑爾蘭接受羅恩惠訪問 是完全無關的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有這些 劉世良在他七分鐘的 自己解釋的 影述上面所說的資料 當然最重要 我覺得最感動的 就是同行 王勤太 其實應該都是陳喬叔的一個 可能都是他的徒弟 或者是屬於當時的後輩 未必是徒弟 後輩就寫了 當年都是在說 出了書之後 陳喬在香港 就跟王勤太說 他自己對這本書的 一些鬧騷或者不滿 最令我感到震撼的 就是陳喬當時 就向王勤太說 劉世良叫他上去 辦公室談 記得嗎 2017年90歲 陳喬 他回去 當時回去 都是應新聞博覽館 回去做一個榮譽的導賞員 都是因為他自己九十大仇 他完全說出這句說話 劉世良叫他上去辦公室 我覺得 有點哪個 要一個90歲的老人 上去辦公室 這就是來因爲 將王勤太的政詞 全民上了Facebook 就可以看到誠意 其實都是一個情字 情字無論如何 如果作者的書名是陳喬 陳喬現在想跟你談 你怎樣 即是一個90歲的老人家 我們作為一個行家 敬佬就好 應該說 喬喬你住在哪 我過來 你這裡談 你住在你的女兒 或者住在你家人 在香港的家人 或者住在酒店 你說個地址 誰知道我上來跟你談 就是我們正常這樣想 王勤太就是 將他當時和喬喬的對話 都呈現出來 事實 都是 羅恩偉 消失檔案 Facebook 這些資料 都是可以輔助大家去理解一件事 誰對誰錯 誰有道理 不需要我 就是交嘴的 當然我也不主張 大家好像 數臭他 將他舊屍的東西 都畫出來 一宗云一宗 舊屍還舊屍 現在有一本書 是非谷席 這個手續 似乎 馮希乾 在他自己的Patreon文章 說得比較 更肯 更肯得來更有人情味 他說 喂 你怎麼都要拿個 授權 作者授權出來 你林華早報 會拿版權 合理 它上面是機構版權 但是作者的署名權 所謂Moral rights 拿個授權書出來 都很合理 這也是事實的一部分 希望這些事實都能夠 可以交出來 大家就會有一個公論 何利茂就在 這個母親節的時間 以前我幾年就發表